科技應用越來越普及 電子錢包層出不窮 和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八達通 能不能夠站穩陣腳 而肺炎疫情又對這間公司 造成什麼程度的打擊呢? 由林善意說說 這張卡大家都應該不會陌生 無論乘地鐵、道輪、巴士 都有機會用得著 但隨著其他電子支付工具普及 八達通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 會不會有所動搖呢? 近幾年多了很多手機錢包的出現 在過去幾年我們也留意到 當然手機支付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 例如我們的八達通APP 我們有八達通的OEP 也有一個OEP的Mastercard 是一個虛擬的Mastercard 還有未來我們也會有更多 跟一些大牌子的手機 會合作出手機的錢包 現時八達通的發卡量超過 3500萬張 每日處理1500萬宗交易 金額超過2億2000萬 單收疫情影響 近期發卡量增長有所防援 發卡量可能會少了一半 已經少了很多遊客 所以在發卡量那裡 當然有一定的影響 另外很多人都會在家裡 學生亦都停貨 所以在各種因素下 疫情其實在使用額上 亦都會有一定的 剛才所說的打擊 八達通公司預期 疫情過後 世界各地旅遊業將會復甦 期望到時八達通 可以擴展到香港以外 大家在說 譬如大灣區發展那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希望 首先就是令到我們的用戶 去用到我們的八達通卡 其實無論在香港好 或者在內地好 其實首先在交通上 都可以用得到 非常方便快置的服務 其實我們都落實在 在我們的產品的開發上面 都已經在做一些我們的工作了 無論是遊客來香港好 或者我們的香港人出外旅行也好 希望我們那時候 其實已經有更加多的服務 可以滿足到他們的需要 某些巴士路線 是可以透過電子支付工具 例如信用卡和支付寶等等 去付車錢 八達通公司就說 八達通的操作方便快捷 相信未來一段時間 仍然會是市場的首選 NOW TV記者 林善一報導